以前的话,人家会觉得 好像做冲医啊,或者做铁打 会像低人一等啊,比较跟CE的话 会觉得你们都不是医生啊,或者这个 其实我觉得治疗性质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以我们的技术来讲 我不觉得会比CE差多少 因为大家都是为了救人啊 但是大家的方式其实也是 目的是一样,但是只是治疗方式不一样 他们有些东西他们做不到,但是我做得到 我做不到的,他们可以做得到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啊 其实我三代都是中医师的 所以我grandfather我father全部都是从事这行的 所以小小我们就接触了这个了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不同的technic 但是哦,其实一直以来我们在这个家庭那边 处于一个长期监观的 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但是until我father passed away的时候 then我就真真实实的去治疗病人了 then我就会感受到为什么我爸爸那么热爱这份工作 本来我是想读engineer的啊 然后什么 其实我爸爸在我20岁的时候pass away了 所以我就要回来当家了 当家然后你可以选择 一,你就逃避 二,你就要成为你的家里的那个financial pillar 嗯,所以我选择了后者 以前就是在我的,我在加工塞 那边开始做了训练 嗯,其实小小就在那边是我 只是我完全切手的时候就做了训练 很traditional data 没有这样modern的 你看,以前就 可能两张床 这样子就可以做了 嗯,但是我还好 因为我们还有proper的店啊 我father还有proper的店 有些人只是在家里做的啦 我grandfather那时候是在家里做的 这个其实也是我爸爸对我的一个陪念啊 所以我们小小就在shop那边帮忙了 那十多岁我爸爸就send我去台湾去学这些东西了 so even though我们也没有right 讲要去还是不要去 就一放假就send你去,一放假就send你去 其实我们十多岁就开始学习这些整骨的东西咯 so after that 我爸爸去世了过后 我还是觉得自己的手法不是讲很厉害很厉害啦 so研究跟不停的学习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以前就是爸爸讲什么 你就去做alright 但是你读了过后 你会有一套theory去support你做的东西咯 so after that 其实我到中间的时候 我告诉我妈妈讲 哎,我要读硕士 我妈妈讲 sorry,我没有钱给你读 你有办法你自己早前去读 啊,我是这样子来过来的 然后我就 开始慢慢出去钱啊,出了就去读这样子 我去开了这间店的时候 我才自己再去寻找这样子 因为我的background的关系 跟我拿的是骨伤科的关系 所以一些骨折我们也会处理掉 嗯,so 墨恩骨的好像骨折啊,骨裂啊之类的东西 我们都有处理的 啊,so 我们融合了四个profession 我是Ostelopath 有Chiro 有TCM 有Physiotherapy 四个profession 我们的大脑啊 就是我们的CPU 我们的电脑 啊,so 这些全部都是Wiring的 了 所以我们脊 我们颈椎 有7椎 胸椎 有12椎 腰椎 有5椎 所以每一椎都会连接不同的器官 跟不同的部位的反应 总数都是由我们 好像我这样子 打下这个脚 它会有感觉传去我们大脑 就是因为这个Wiring 经过我们的脊椎 然后signal会传到我们大脑 如果我们这边卡压 就可能我们下半只会有麻木啊 疼痛啊 Burning sensations之类的东西 so 我们就要把这些 压破了 像这样子 做了太久 就是我们DIS会弹出来 压到我们的神经吗 这样它就会 其实有麻痹啊 会很痛啊 那是我们感觉的 可能不是在你压破 你知道吗 在你脚的地方 在你脚的地方 或者你压破到脊椎 会在你的手的地方 会摸东西摸不稳啊 这些全部都是那个syntomas 其实做了太久的话 我们一直好像我们做pushion这样子啊 我们做了pushion 太久没有起来的话 它好像扁着很难 才省高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坐下去 站起来坐下去 站起来 它就跳得比较快嘛 其实就是它那个oxygen 没有再pushion 如果它越久时间 没有接触到氧气啊 其实它退化就越快 所以我们一定要flex 我们一定要动 我们人其实是动物来的嘛 但我们每天坐的时间 比走动的时间 久 其实是不对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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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